哈啰,大家好 那我们之前有教各位 如何挑到一个好吃的西瓜 那当你挑好吃的西瓜之后 你当然要来吃它 那一般来讲 我们吃西瓜的时候 都要准备这个叉子 或是准备很多的竹签 那我觉得这个很麻烦 那我们现在要来为各位示范一个 比较方便的一个吃西瓜的一个方法 那么以下就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那当你把这个西瓜 剖拌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盖 盖到你这个盘子上面来 那你就 这个横向的先切几刀 看你的西瓜的大小 然后我们这个 重向的再切几刀 好 那我们西瓜现在都切好了 那切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稍微把它刀 刀以刀之间 稍微跟它剥开一下 这样的话就方便你这个 把这个西瓜拿来吃这样子 好 好 那你现在切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这样子直接拿起来 好 这样拿着吃就好 好 你不要 不需要再使用这个 竹签这样来吃 好 不需要 直接拿着这个西瓜皮 这样在吃西瓜就非常方便了 好 那 每个人要拿 都很容易就拿 好 这样一根就像冰棒一样 非常的容易吃 又非常的环保 不要 用掉很多竹签 不用洗这个叉子 好 那我们以上呢 为各位示范 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切西瓜方法 希望各位 好 来运用它 谢谢各位 拜拜